举着象征两世友谊的口罩 左边印着高雄 右边则是布拉提斯拉瓦省 刚市长陈其迈24号出席口罩捐赠仪式 代表高雄市民捐赠30万份口罩 给斯洛伐克的布拉提斯拉瓦省 除了为双方合作跨出指标性的国际意义 也藉由口罩证明了双方的友谊 这装衣服是证明的 是证明的 与斯洛伐和台湾 斯洛伐克代表除了肯定高雄的协助 也速度强调双方的友谊 由于欧洲地区的肺炎疫情转趋严峻 刚市长陈其迈透过台湾驻斯洛伐克代表处得知 布拉提斯拉瓦省急缺防疫物资 于是主动表示愿意捐赠30万片医疗及口罩 协助提升防疫效能 捐赠以示上更和台湾在斯洛伐克代表处的代表 里南洋视讯连线 共同签诚本次国际友谊的佳话 假如我们可以帮助的更多 那我们也愿意来做 所以就大概在三个礼拜之内 我们就整个口罩的生产都完毕 也即将会运送这些口罩到斯洛伐克 那上面会有布拉提斯拉瓦跟高雄市的试会 这个代表两个省市的友谊 这批医疗级口罩是高雄在地口罩国家队南六企业生产 上面特别印有高雄市试会 以及布拉提斯拉瓦省的省会 除了再次让国际肯定台湾的防疫成果 也彰显高雄市拓展城市外交的努力 记者吴炳源高雄报导